昨天下了一场冰雹 这个土豆的话已经长出 长出来了 但是对我们土豆还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软眼的话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 今天就是我们 中国的传统的那个清明节啊 清明节干嘛 清明节我们就是给 死去的 长辈给他们扫墓 我爸爸的坟就装在那里啊 每天我们在这附近的地里面干农活 来飞的逛马路 都能够看到他老人家 这位置挺好的 一转眼 五个月了差不多 今年 虽说我没有 在他走的时候给他送到钟 但是我今年为什么要带在家里 我就是想第一年给他 清支到他房间 第二天 这里是 这是 下雨在这里逛里面 这个压口好冷哦 你站在这里干嘛 因为昨天下冰雹 那边的土豆也长下来了 我去看一下那些 土豆还一点都没受影响 明天清明节呢 这时候把那些准备的 你准备了没有 你也记起来了 肯定记得 你留在家里面 就是跟我说过 你说你老爸第一年去世 就是在家里 要跟他扫一下墨 边炮这些已经买了 今天要买五番 就是要去买一个 那个插在坟上的那个漂粉嘛 兜里泥那个 买一个那个漂粉呢 然后在家里煮一节肉 再给他 装一杯酒过来 是不是心情又不好啊 就是突然想起 没想那么多了 生前他那么的担心 我想到现在 作为当儿子的也只能给他做一点这些了 想那么多了 人生到病死 你已经经历了 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 以前生前 你对他怎么样 我也看着眼里 然后 作为一个男人 你做到这样子也可以了 不要想太多了 说实话 他病了那么多年 去天堂的话 也许会过的 把那些病痛带走了 也许会会慢费一点吧 你觉得呢 不想那么多了 好吧 汪采 所以说就是 父母在真的 有的时候你 当你失去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担心的始终是自己的爸妈 挂念你的也是他 当你成功了 他为你高兴 你发财了 他也高兴 你有了 另一半有了 家了之后 父母也更高兴 这就是父母最值美的期盼 所以到现在我 体会到了那种 有他在和没他在的那种感受 像以前的话 不管我在哪里 只要晚上没有到家 他就非常担心我 现在 我母都是这样子的 还不是有我担心你吗 虽然 父母的爱 跟我的爱不一样 但是 每个人 都会经历这一步 不想那么多了 明天我们 你转眼时间过得好快啊 你看他 去年 十月二十八趋势 差不多快五个月了 时间过得很快 我在我心里 我感觉他都还没有 离开我 不想那么多了 明天我们去 扛那些东西 提前准备好吧 这狗狗以前 有一次我爸摔跤了 他就赶忙着就跑回家 就好比像林一样 叫我去把我老爸 回起来 回起来 我很喜欢这只狗狗的 走 我现在也要去洗碗 我现在也要去洗碗 我现在多了 走 谁说是 狗狗是人 妈咪 扛签 谢谢观看